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7月17日 星期一 來到晚上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各大城中的熱話 首先說一風未平 一波又起 嘉欣未來又有預測 未來會有一個新的熱帶氣旋有機會形成 何時最近本港 何時又再打風 和各位了解天文台的最新諮詢 令賓箱據報 土瓜環近日的酒家月內結業 據報 原來可能是女監局有些新的政策成為導火線 當然大家知道 土瓜環被女客逼爆 有女客在土瓜環買東西 又在土瓜環吃東西 令很多土瓜環的居民苦不堪言 消息如何 和各位一起說說 令賓箱亦說說怪物 據報有港女交叉牌罰款的時間 即街上被人叉牌 經見她那張牛肉缸被人加工 怎樣加工呢 當中涉及有機會偽造文書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香港各大怪物 講下去之前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晉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是否下星期又打風 天文台預告又一熱帶氣旋形成 下星期二最近本港 報導的流氓提到 隨著颱風太離逐漸遠離本港 香港天文台在今天下午4.4日改發3日 另變相其後亦都說相關的颱風就已經離開本港 不過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天文台預料現時位於西北太平洋的低壓區 會發展成為熱帶氣旋 可能在下星期初進入南海北部 並為該區帶來不穩定的天氣 而根據九天天氣預報顯示 下星期二 7月25日尼岸吹強風 風力達到7級 即3號風球 根據天文台的地球天氣顯示 那個熱帶氣旋在星期日7月23日闖入香港800公里範圍 星期一 7月24日下午2時 直入本港400公里範圍 風速或達到每小時超過80公里 星期二 7月25日上午8時至下午2時 預計最接近本港 只是距離200公里範圍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就住九龍水塘浮屍有回應 就說暫停使用水塘儲水 等待水質檢驗合格過後恢復 報導的內容提到 金山郊野公園九龍水塘今早經驗浮屍 有市民擔心水塘的水質受影響 宋務處表示已暫停使用九龍水塘儲水 並會等待水質檢驗合格過後才會回復 處方同時強調 本港食水供應涉及多個檢測程序 涵蓋水塘、淚水廠、供水管網等不同範圍 該處淚水廠亦會進行嚴格處理、過濾和消毒程序 以確保食水符合香港食水標準 才會供應給市民飲用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加因今早早九龍水塘發生浮屍的發現案件 暫時未知相關浮屍的身份及為何會掉進水塘 據報相關浮屍的上衣有血跡 事件非常古怪仍然有待調查 不過市民擔心相關水塘有供水給市民飲用 處方已作回應,暫停使用水塘的儲水 另外亦講講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有關內地團 土瓜環團餐的食股叫庫原酒樓 近月結業 說的是女監局的新政策或成為了導火線 報導的內文看到 香港與內地疫情通關後 內地團重返香港 早前大批女客濕滿了土瓜環一帶 引起社會關注 隨著旅遊業監管局制定規管措施 加上警方到場管制人流 經營團餐的茶樓不再見亂象 有知情人士向HK01透露 專門接待內地團 提供團餐的土瓜環 庫原酒樓 打算在月內結業 最快在明天正式公佈 知情者表示 近月女監局向專門接待旅行團的註冊商店發通知 要求簽署一份承諾書 其中一點列明 註冊接待旅行商店要確保旅行團 在到訪當日 說不可以在土瓜環區裡吃飯 打擊區內的營運模式 知情者表示 其實自從女監局和警方到土瓜環維持秩序後 內地團為免惹麻煩 早已不再安排在土瓜環的團餐茶樓 他批評承諾書的內容 衝擊香港的自由市場制度 其他位於庫原酒樓附近的註冊商店 亦因為酒樓結業 亦可能計劃結業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HK01收到一些消息 說到這間很出名的庫原酒樓 月內結業 他本來是專門招待內地團的團餐 不知道是否因為女監局新的政策 說若然那個團在土瓜環購物當日 是禁止在土瓜環吃東西 結果令到他生意淡靜 令賓箱有機會在明天宣布結業 據聞他周圍的酒樓 亦有機會會結業 相關的消息如何 還要有待進一步的確定 另外亦說說這宗怪物 根據HK01的報導 有港女交這個抄牌罰款 經見她的牛肉缸被加工 網民炮軍賤格和犯法 就說這樣做已經偽造文書 報導的內文提到 那位港女在Facebook群組 全港維麗插牌提示區上發貼文 指自己是電單車的駕駛者 早前在6月28日因為被插牌 而收到一張定額罰款通知書 想著在今個月28日到期 但因為自己一直忘記了 而遲遲未交罰款 牛肉缸就一直放在袋裡 直到日前7月16日因為想著交罰款 但就有意外的發現 話說她拿出那張違反交通條例的定額罰款通知書 發現那張罰款通知書之上 那十八位電子繳款的號碼之上 竟然貼了另一張經剪裁的十八位號碼 跟本來的十八位號碼完全不同 而此是受到其他人加工再嫁禍 港女指因為對方加工得十分漂亮 本來未有察覺 不過因為一直放在自己的袋裡 導致那個紙張的淡邊才揭發事件 直言差一點就交了這張牌 也有人說車牌就是我自己的車 也問大家我現在可以怎樣做 網友質疑 邵視者的行為已經屬於偽造文書 狠狠批評對方 就說那些人真是無所不用其極 這樣也想得到 也有人說為了不想交罰款 真的很瘋狠 建議報警 偽造政府文書 但罪一定要做他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就說認真怪問會不會有人被人抄牌 不想交錢 於是把自己的18號碼剪下來 再貼到別人的牛肉缸之上 你去交錢的時候自自然而不知 就幫人交了 但你自己 就是遲了 甚至沒有交你本身的牛肉缸 結果你就被人會再罰錢 那究竟誰這樣做和這樣也想得到 據報已經成為新聞消息 那人有機會跑不掉 為甚麼 因為那個18號碼自然會對應相關的車牌 若然這樣的話 偽造文書 兼且那條罪是很重的 不知道現在那個人看到新聞沒有 若然看到的話 就怪一怪自己 為何會這樣也想到 可以剪到這麼精美 添入別人把牛肉缸裡叫人幫你交 別人交完之後 別人自己的帳目沒有交 兼且幫你加起來做好傻子 事件繼續在網上發酵當中 另外也說過這則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警方拘捕了75人 涉及50宗 2億4千萬元的騙案 物流公司收到假電郵 損失了1億元 報導的內容看到 警方戰海行動拘捕了75人 揭發被捕人士 租到不發分子利用 開戶口洗黑錢 並涉及50宗騙案 涉款高達2億4千萬元 其中最大一宗 假電郵騙案 物流公司損失達到1億元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說到戶口有價有市 有些人以為賣過戶口 被犯罪分子的話 就不是很大罪 也不是 而這宗案為例 2億多元的案情也相當嚴重 拘捕了75人 涉及50宗 關於2億多元的騙案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バイバイ 感谢观看